2010年香港市民易小玲 在菲律賓人質事件當中下顎嚴重受傷 上個月她到林口腸根醫院 進行了下顎重建手術 手術相當的成功 而易小玲今天特別出面 謝謝醫生 開心著吃著蛋糕 來自香港的易小玲 原本在2010年菲律賓人質事件中 被子彈貫穿臉部和頸部 造成下顎嚴重傷害 上個月決定到林口腸根醫院 接受整形手術治療 手術過程也相當順利 身體的某一個比較不重要的位置的 任何一個組織可以是一塊骨頭 一塊肌肉或者一塊皮瓣 然後連同營養它的血管 一起把它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去重建一個缺損 這個缺損需要 譬如說需要骨頭你就移骨頭 需要肌肉你就移肌肉 易小玲手術成功後 也感謝林口腸根團隊讓她重生 而且手術五天後 就可以開始吃固體食物 她也說台灣的滷肉飯很好吃 醫生表示如果狀況恢復良好 四個月後就可以開始直牙治療 到時候就可以一步一步 將受傷的下額恢復成原本的面貌 聯合報郭義軍桃園報導